今天视频的一开始,我要顺便说一句 如果大家今天是严格按照之前所提示的价格在做呢 今天的Festly有8%的盈利 这次宋财童子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恭喜大家 我们理财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宽裕一些 最后理财本身变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每个人来股市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为了改变命运 有的人只想财富保值增值 目标设得越低越容易实现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新的一周来了 本周开始有众多的新股IPO 我会重点介绍其中三家 视频的最后来展望一下9月22日的特斯拉电池 看看有什么值得期待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最近有十多家公司IPO火上市 在第133期的视频中 我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两家 Snowflake和Palantir 具体清单请看视频的贴图 我们一起来看几家科技股 先来看大热门Snowflake 股票代码SNOW Snowflake预计将于9月15日周二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 将成为IPO的承销商 按照Snowflake在IPO设定的每股75至85美元的价格 公司的估值约为230亿美元 虽然Snowflake尚未盈利 但财务报告显示公司的营收增长强劲 公司的高速增长和良好前景 以及较高的IPO估值 让其股票受到市场的重点关注 最近,Salesforce和博克希尔哈萨维 两家都购买了几百万股Snowflake 约2.5亿美元 据可靠消息 博克希尔还将通过二次交易 购买400万股股票 MGOCEO罗伯特·罗曼 看好雪花公司的前景 他说,在未来五年内 雪花公司有机会成为一家市值500亿美元的公司 他分析道 该公司已成为企业存储数据的默认选择 根据雪花披露的筹集资金使用计划 资金将用于一般公司目的 包括营运资金 运营费用和资本金支出 也可能用于收购互补的业务 产品、服务或技术 不过 Snowflake目前的年营收才几亿美元 200亿的IPO估值已经相当高了 75至85的价格真的不便宜 不过面对大机构的看好以及散户的热情 上市后股价大概率还是会疯涨的 前期一座波段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家公司 Unity软件 该公司将于9月17日首次公开募股 股票代码为U Unity计划发行2500万构股票 中间价为38美元 计划筹集9.5亿美元到12.1亿美元 成销商包括高盛、瑞士信贷、美国银行证券和巴克莱 发行后 早期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将合计持有该公司50%以上的股份 Unity成立于2004年 主要业务是游戏引擎 该游戏引擎主要的竞争对手是Epic的Unreal引擎 但是Epic和Unity不同 它拥有自己的游戏和游戏商店 5年前 Unity意识到其3D工具可用于游戏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 公司希望通过将其平台推向非游戏领域的设计师 使不同领域的设计更像视频游戏 Unity免费提供其游戏引擎 只有在超过一定的收入后才开始收取许可费 对于独立开发者非常有吸引力 Unity估计 2019年 其游戏引擎在苹果iOS商店和Google Play商店的前1000种移动游戏中占53% 而且超过50%的手机游戏 PC游戏和主机游戏都是使用其引擎制作的 该公司还指出 2019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0个游戏开发工作室中 有93个是Unity客户 到今年6月30日 它创造了3.51亿美元的收入 这意味着2020年的营业额可以达到7亿美元或更高 6月 Unity在全球拥有约150万名活跃创作者的用户 再来看下一家公司 Palantir 数据分析巨头Palantir计划于9月23日公开亮相 它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PLTR 并将使用直接上市而不是传统的IPO Palantir成立于2003年 其主要的客户就是美国政府 为政府的反恐调查和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近年来开始转向服务于企业用户 2019年 Palantir的营收为7.42亿美元 亏损5.79亿美元 2020年上半年 收入同比增长近50% 达到了4.81亿美元 其中一半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政府客户 上半年的亏损同比从2.8亿美元减少到了1.6亿美元 该公司警告说 截止2020年6月 只有三家大客户占其收入的29% 但表示其目标是成为政府的默认数据公司 Palantir希望说服投资者 将它视作一家高增长的科技公司 而不是低利润的服务资讯公司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雪花和Unity 我通常会先开一个小头寸进行投资 然后在市场回落时再增加 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对Palantir我持谨慎态度 我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在每一次的投资或购买之前 请大家务必先进行自己的调查和研究 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再来和大家说说关心的特斯拉 还有一周被马斯克称为特斯拉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日 电池日将在美国加州工厂举行 这是特斯拉首次专门针对电池技术举办的发布会 估计此前预热的四大电池技术核弹极有可能在活动中发布 第一百万英里电池 特斯拉可能发布超过百万英里的长里程电池 2015年 马斯克为专注于锂电技术产业化的杰弗戴恩团队 提供数额可观的五年研究费用 让其为特斯拉研发寿命更长 成本更低 能量密度更高的离离子电池 去年9月底 杰弗戴恩团队发布论文 介绍他们正在测试的新一代离离子电池 采用下一代单金阴极和新型电解液 团队认为新电池的寿命 能够驱动电动汽车行驶超过160万公里 第二个 五股电池 目前特斯拉主要采用NCA三元离电池 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骨金属 但是骨作为稀缺的金属 未来的持续应用非常困难 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五股电芯的开发能极大程度减少骨的使用 还能降低电池成本 并让原材料的供应更加稳定有保障 第三 干电极技术 2019年5月 特斯拉用2亿美元收购了全球第一的超级电容制造商Maxwell Maxwell拥有著名的干电极技术专利和超级电容 干电极可以生产出更厚的电极 使电池的能量密度得到大幅提升 预计可以提升60% 另外在电池使用以后 干电极可以弥补电池的容量衰减 延长电池的寿命 第四个 归纳米线技术 该项技术比较隐秘 由于特斯拉电池海报上有一些抽象的线条 大家猜测 这是一种新的电池材料归纳米线的结构图 另外 跟特斯拉合作的安平斯公司 已经搬去跟特斯拉秘密的电池制造工厂做邻居了 搭载安平斯公司归纳米线电池的无人机 在平流层飞行超过了25天 采用归纳米线技术后 电芯的重量将会减轻一半 占用的空间也会是当前锂电子电池的一半 同样体积的电池 其能量密度也更高 到底届时特斯拉发布的新技术是什么 只有等马斯克到时候揭晓了 现在 分析师们一直在争夺特斯拉股票的重新估值 ARK的Tasakini最近重申了该公司在特斯拉的看涨立场 我们认为它是电动汽车和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导者 White Bush的Evers强调 特斯拉是一家科技公司 而不是汽车公司 Evers的目标股价为380美元 并且看多为700美元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公司的成长故事 8月下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雅虎财经 特斯拉与现实脱节 预测2021年底的目标股价为87美元 据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打算在海外交付的特斯拉Mod3可能于第四季度开始大规模生产 目标市场包括新加坡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欧洲 海外客户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开始获得交付 特斯拉7月在欧洲的新车注册量仅为1050辆 同比下降76% 不过最新的月数据出来了 据欧洲汽车新闻报道 8月特斯拉德国市场销量大涨454% 关于特斯拉还要再补充一句 请大家仔细去看一下我最近的一期关于特斯拉价格的解读 或者观众提问时我给出的答案 目前的美股就是处于一个调整过程当中 看起来市场跌得比较凶 但是你仔细算算 仍然属于强势调整 向下的空间有限 恐惧贪婪是因为你的心态变化了 如何守住心态是投资者最重要的一步 多学习少看盘 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你是没有必要盯着盘面的 看着股价在那跳动干什么呢 你持有的股票不会多一股 也不会少一股 还是多读书吧 以上所有的看法 大家可以作为娱乐新闻看看 如果还有什么补充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也会帮助更多不认识我的人 找到这部影片 谢谢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